一场时空错乱 暴致历史所有朝代两个人一起 随之而来的还有主角和他的全班同学 班长成了大秦嬴政身边的赵高 体育委员成为了明朝朱元璋的孙子朱宇文 班主任竟然成为了大唐女皇武则天 而我们的主角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妖鹤 大侄子又在居顶了啊 你谁啊 谁是你大侄子啊 鱼儿 你这次说的什么话 我是你素数项梁了 快拉倒吧 你要是项梁 那我还是项羽呢 大侄子你没事儿吧 你不就是项羽吗 此时咱们的主角 才刚刚反映过来自己是真的穿越了 行了你小子 抓紧去洗把脸 素数带你娶媳妇去 别让人家大贵妮等久了 看来还真的穿越了 而且还是一个历史上所有朝代 融合在一起的世界 这要我怎么去征服啊 丁班级聊天群已开启 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看 同学们 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竟然穿越到了中州大陆 你们敢信吗 我信啊我信 我也穿越到这儿来了 我特么还成了曹操的儿子 物草 加一加一 我还以为就我自己穿越了呢 好家伙你们都穿越了啊 有在大汉帝国的吗 扣一扣一 我我我 我就在大汉帝国 我现在是刘邦的儿子刘如意 而且正在和大哥刘盈 争夺太子之位 蛮独子 老子穿越到大园了 脚下一片草原啊 兄弟们 啊还凑合 穿越到打形底过了 没准还能捡到诊幻了 嗯 话说咱们的鱼大斑花 穿越到哪了 要是在大宋 我可以罩着你啊 我在这儿呢 我好气啊同学们 我刚穿越过来 就要嫁人了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鱼斑花你一定要稳住啊 等我爷爷洗了我就是皇帝了 到时候我一定率领大名铁骑去接你 看着已经炸开锅的班级群 咱们的主角 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当一个老六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斑花应该就是要嫁给我的鱼鸡了吧 这事儿整的 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哎老大爷 我媳妇儿呢 怎么不让他出来 臭小子修得无礼 老夫还没决定将孙女嫁给你 怎么就迫不及待地叫起媳妇来了 鱼儿莫晃 此人是鱼妙义的爷爷 鱼是甲族的租长鱼公 那好吧 那么请问鱼公 你如何才肯将孙女嫁给我呢 你像是一族 出了个天生神力的娃娃 这是楚国人尽皆知的 武力方面就不说了 只要你通过谋略这一关 老夫就同意这门婚事怎么样 既然如此 那就请鱼公一事 那你且听好了 我府山养鸡养兔 鸡兔同处一笼之中 从上面数 共有头三十五 从下面数 共有脚九十四 请问这龙中鸡有多少 兔又有多少呢 鱼公还真是会为难人啊 不过对我来说 这道体还不是有嘴就行 小子休要口出广言了 当年老夫也是花了一整天 才将此题解算出来 有本事你算给我听听 你们且听好了 鸡兔同龙 鸡有一个头两只脚 兔有一个头四只脚 龙子里鸡兔一共三十五只 让鸡兔各抬起两只脚 也就是抬起七十只脚 那么龙子里还剩下二十四只脚 而鸡只有两只脚 抬起之后屁股着地 那么此时龙中的二十四只脚 便全都是兔子剩下的两只脚 每个兔子两只脚 也就是说有十二只兔子 那么鸡的数量就是二十三只 像是一族的继承人 竟然恐怖如斯 不仅天生神力 就连谋算都如此精准迅速的吗 这怎么可能 你居然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我家鱼才死民节 自由都宠会过瘾 怎么样鱼共 现在还担心我家鱼游泳乌猫吗 放心吧 老夫向来一言九鼎 妙姨就在后院了 你先去找他聊聊天 我和你叔叔谈他后面的事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鱼公成全了 晚辈定然不会辜负各位长辈的期望 怎么就没一个同学在楚国呢 万一那项羽真是个莽夫怎么办 我打也打不过 逃也逃不走 看来这次真的是要完蛋了 立伐山西 气该是 是不立西追不是 小雨伞 真的是你吗 鱼芳花 我希望你能叫我现在的名字 西楚霸王项羽 好的小雨伞 我知道了 快拉倒吧 走 咱们进屋说话 鱼芳花 真没想到 你竟然成了 我的老婆鱼姬了 我也没想到 你竟然成了项羽 我都快吓死了 要是真让我嫁给项羽 那个莽夫 还不如让我一头 撞死在这儿呢 好了别说傻话了 以后咱们的芳花大人 就由我替兄弟们照顾了 那小雨伞 你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回去原来的世界 这个我也不清楚 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 可是我好想爸爸妈妈 还有我家的小团团 哎呀别胡思乱想了 说不定以后 能找到机会回去呢 你就放心好了 有哥在没意外 那现在只能这样了 还有刚才群里 好多同学都在关心我 我要不要给他们 报一个平安呢 可以是可以 但是不能暴露了 咱们的位置 更不能告诉别人 咱们的任何信息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咱们那些同学 都在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身份 有皇子 有将军 甚至还有当皇帝的 就算短期内 大家还能保持和睦 但时间一长 肯定会出问题 而且你别浪了 历史上 每一个朝代最终目标 都是一统天下 哦 原来如此 难怪你一直都不在群里冒泡 没想到你这么稳健啊 那是当然了 所以趁现在 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 咱们得多看看群聊 能了解不少信息呢 个老六 我真 同学们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要起飞了 小赵同学 俩弹都没了 你还想飞到哪去啊 是啊 赵大公公 你不会把自己的屁股 交给秦始皇了吧 你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们吧 明天凌晨 我就会派遣一支军队 从会计的城南潜入 杀楚国一个搓手不及 秦始皇说了 只要拿下会计 就把这快递分封给我 所以有没有在楚国的同学 赶紧冒个泡 明天我去接你啊 我去真的假的 老赵你牛啊 不过咱们班 好像没有穿越到楚国的吧 确实没发现 不过赵大公公 这次怕是真的要起飞啊 秦始皇多牛掰的一个皇帝啊 老赵跟着他吻了 小雨伞 我们现在怎么办 赵小龙要带人来打我们了 这很正常 快递与秦国土地接壤 迟早都会被打下来的 十年前 我爷爷向烟就是在这里 死在了王检手中 那我们要不然逃跑吧 跑到楚国的腹地去 或者干脆去投奔赵小乐 他现在是赵高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肯定会收留我们的 这绝对不行 别忘了 我们现在的身份 我是项羽 你是鱼姬 如果秦军出其不意 或许我们必败无疑 但赵小乐既然诚心诚意 给我们通风报信了 那我们还怕什么 小雨伞 你的意思是要去和秦军作战吗 那当然了 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我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了 若是不做出一些试剂来 岂不是白活一世 可是上战场会死人的啊 你要是死了 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该怎么活啊 你就放一万个心好了 咱俩都还没圆房呢 我怎么可能舍得死啊 我该怎么活之后 你疲惑也不吝点 别人和我们不吝点 你如果要不吝点 你赶快す后 你也要来